不少泰国籍女子透过免签短期来台观光 实际上是在台北西门丁商圈旅馆流窜卖淫 其中25岁泰国籍米兰与印照站合作遭万花警方查获 经查验护照后 性别基带为男性发现近视变性人 应动手术后身材比女人还嫵媚 充满自信 手机内充满自拍照 还有性爱影片 25岁米兰很满意自己长相 也乐于展露身材 手机内有许多生活自拍照 如穿比基尼 生V背心自拍 米兰8月18来台卖营 至9月8日遭警方逮捕 米兰向警方公称 泰国还有家人要抚养 才会来台湾卖营 且台湾恩客多 已经从视信交易超过100次 每次戳头约1500元 身上已有约16万元新台币 警方将人带回派出所 行李也一并带回 其中米兰拿Longchamp 基本款折叠包 行李相识万元的品牌 Roymoa 全身上下行头几乎是名牌 且还有特殊嗜好 喜欢拍摄性爱影片 警方发现米兰手机内存有自拍影片 米兰若遇到心仪的DN客 就在床头架上手机自拍 留作欣赏 性交易过程中 南客性器官及米兰身材 一览无遗 映照业者旗下其余 泰国籍女子 9月初来台 从事交易数天 就遭警方搜索逮捕 其中还有女子 还会携带泰国薄荷鼻吸器 和临时送给南客 令警方印象深刻 全案以依照设法为裁罚 并前返回泰国 泰国便信任米兰来台卖营 遭警察获 手机内有不少穿着清凉的自拍照 记者肖亚军翻社 分享 请不吝点赞 订阅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